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和我的家乡 我昨天改造三位特殊的华人 太可爱了 太有气质了 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跟我闺蜜的样子 公子何不留下 替我共品一杯 虽然我自己身在乡村 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可以通过网络感染到其他国家的人 乡村的独特是有人在乡村 创造了独属于他们的潮流 花儿绽放 南京站 繁花似锦 滚烫继续 欢迎各位来到有 香蕉蕉同家冠军的花儿绽放 香蕉蕉 查了谁是冲 只需一分钟 好了 昨天我们在舞台上 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花儿的绽放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第一位来到舞台上的花儿是谁呢 请看报名视频 你太美了吧 我的家乡在世界无极 那里有雪山湖泊 峡谷沙漠 它遍布富饶的高山牧场 处处充满意欲风情 人们称之为 畅民高原 我们都不作为相遇 我们都父母都不笑 我们都觝尽 我们都父母都bres爱 我们都现在不又不想 你俄都科 我从后尽 我们都煮嘴 成长年 大家好 我是鬼阿姨 我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大山里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身衣服吗 首先看到的人 他们第一印象就是 帽子为什么这么高 好惊艳啊 对 今天我上台的时候 帽子就先抢了我的心 哎呀 这很干哪 首先它这么高 其实象征着我们这个女性的 这个富贵 大方 华丽 然后帽子越高 其实也象征着洗衣箱 比如说这个它其实更高 我是有牧民族嘛 也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伙伴 我们是熏鹰人 然后在熏鹰的过程中 它会掉落很多的羽毛 我们就会用它的羽毛 去装饰我们的这些帽子 也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特征 我还是把它拿下来吧 我们还拿着一直很奇怪 谢谢 所以你们训鹰就也真的是 熬鹰那样吗 就是盯着它什么的那种 对 我们的训鹰时间 有五到七年 五到七年一个鹰就训出来了 就是科尔科兹族 它相对说是一个 少数民族中的少少数民族 全国只有18万人口 我小时候呢 我一直很好奇 大山的那边是什么 后来我走出了大山 走向了世界舞台 但是我发现 我们的这个民族的 这个深厚的文化 底蕴它正在慢慢地流逝当中 所以我想展现自己的美丽 同时我也想把我家乡的 这个美丽带给大家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 和了解我的家乡 去知道并向往我的家乡 你能给我们用 科尔科兹族说几句吗 我完全不会说 很难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它舌头要会 对的那种 好 你好 就是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挺简洁的 你以为简洁 你再试试看 哪里简洁呢 今年不是有一个 特别热的剧 那个《我的阿勒泰》吗 对 所以他们那个民族 和你们这个民族 是有挺大区别的是吗 其实区别不大 像那个《我的阿勒泰》 这个剧中的 哈萨克族 跟我们科尔克兹族 一样的一点 就是我们都是游牧民族 然后我所生长的地方 跟我的阿勒泰中的 那些画面一样 非常的美美 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其实很厉害 它走过很大的梯台舞台 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走过米兰时装周 巴黎时装周 同时也去哈萨克斯坦那边 阿斯巴战时装周 是特要嘉宾的身份去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 您未来 亚裔是完全可以拥有 我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呢 而且我宣传语都想好了 客州鸭一 只选为一 可以 可以 看过了世界 又回到了家乡 您的宣传为家乡 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给家乡拍过宣传片 其中这个 帕美尔之约 这个反响最大 也是全网近三千万的播放量 也得到的媒体的大力推荐 也是想尽我自己一点力量 去为家乡做点宣传什么的 那你今天来到舞台 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那我就给你们展示一段 我们民族的舞蹈可以呀 希望大家能喜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美了 太美了 这个鸭一让我特别触动 走向国际又反哺家乡 它就是非常像一朵 在高原深处逆境绽放的花 真正的天山雪莲在这里 对 对 对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帕美尔高原 其实帕美尔高原 在中国的边境线上 离这儿有五千多公里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从帕美尔高原 从小在牧场 然后一步一步走上国际 走上米兰时装周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疆人 作为她的老乡 我真的疯狂为小谷打靠 谢谢 谢谢 那问一下狗牙医 你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吗 肯定是继续做好我的事业 同时我会在工作之余 想去拍摄更多 有关家乡的一些短视频 各位 如果喜欢狗牙医的 就为她种上一朵花吧 请种花 请揭晓 我走出了大山 走向了世界舞台 走到哪里 都不忘记我的初心 我来自佩尔克兹组 谢谢狗牙医 让我们领略一场美的游牧 期待下一位花儿 闪亮登场 上微博 参与花儿绽放话题互动 有机会获得花儿专属回应 大家好 我是阿静子 你们以为 我是以这个状态参加的吗 其实我是以 哦 变装了 这样子参加的 我眼中每个女生 都可以闪闪发光 哎呀 哇 也太能了吧 哇 我不仅会改人 我还会改日 窗帘 这应该粉丝很多吧 大风荡有佣 又骂着陈青 过来 哇 立刻出发 但这些都还不足以让你们完全了解我 所以南京站招募舞台 我来了 哇 他的衣服我也喜欢 各位老师好 各位乡亲们大家笑好 你好 你好 我是阿靖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龙安县 平山乡楼家村吗 我们就听听了 你说的是哪里的方言 我翻译一下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市龙安县 平山乡刘家村 刚刚就是这么一句壮族的语言 壮语听上去跟太语很像 壮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说一下 真的好像啊 今天为什么会来到 我们华尔绽放的舞台 就是想来湖南卫视 这么大的舞台绽放一下 说不定能够得到 大家的喜欢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优点 就是有一双 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我可以把 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或者是人 让它散发出 随自己的光芒 把我们广西不起眼的景 拍得很高大上 还可以把我们广西的村民 拍成杂志模特 还可以把我们广西的物产 拍得像广告大片 太棒了 就是我见过最有意义的爆改 不只是说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而是你能用自己的手 一下把生活变美了的那个感觉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爆改的那些人 是你随机在街上找的 对随机 完全随机 没有剧本 就像我来这一样 今天现场有什么 可以给我们展示的 你的爆改作品有吗 我昨天呢 就邀请了三位特殊的华人 那我们有请他们上台 可以吗 来 掌声有请 有请我们第一位 可爱俏皮的小红奶奶 也太可爱了 好可爱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奶奶好 现在有请我们优雅贵气的 王奶奶 好美啊 好优雅 整个人都变了好不好 奶奶气场都不一样了 有请我们的第三位 中式富贵花 唐奶奶 太有气质了 太有感觉了 奶奶就帅哥们 你们好 好 好 奶奶可以演影视剧了 对 你们怎么找到的 就是路边 就是我昨天找到小红奶奶的时候 她就在前面那个广场在那卖菜 我就问他 我说奶奶 你可不可以陪我拍个照啊 他说不行 我菜还没卖完呢 你买两支我就陪你拍 很实在 因为他性格很可爱 所以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 色彩鲜艳的一个刺绣连衣裙 就衬托他俏皮的气质 看一下我们第二位奶奶 就他当时在打理菜园子 我就看到这位奶奶 很精神 我自身装饰你们猜我多大了 你们那个有学猜中 18 你们好好说话 我觉得 应该有48了吧 41 18 那算了吧还是无字无加少吧 我今年73了 咱们这个摄影环境 确实好 对啊这个地方三水养人啊 所以我就给他准备这套 很穿他肤色的粉色套装 优雅贵气 第三位唐奶奶 当时啊就是 她在那个园子里面打扫卫生 我就说奶奶你能不能给我拍个照 她说哎呀我这么胖 拍啥呀 然后聊了之后她说不行 胖瘦都得拍呀 不管是18还是38 还是58 78都是一朵花对不对 她就来了 而且这个衣服就是得有点胖胖的穿 才好看 说良心话 我看到这些 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哎呀你有没有自己做的一些什么 工作室啊什么的 我带我妈妈去报改一下 奶奶您就是常年卖菜什么的 是不是也没见过自己这一面 我感到会开心 我这里这个是什么 很漂亮不配啊 漂亮 很帅不帅 帅 她有点激动 非常的受触动 我妈妈那一代人真的吃过很多苦 然后可能已经忘了去追求自己的一个 不管是漂亮还是绽放也好 但你的这个事能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 我觉得真的好棒 你真的要把刚刚代表说的那个项目开发出来 好的 我回去努力 对 因为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女儿进一份校 孝心 对 见到阿静非常惊艳啊 因为报改不是乱改 而是因地之宜 因才施教 所以期待用影视艺术美学的力量 让您这个报改呢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走向每一个人 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越来越有意义了 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之前改人 然后改物 那我之后其实还是想尝试一下改老房子 我们刘家村嘛就是没有被过多的商业化去发展 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样貌 我想说我改了这栋老房子 能不能也做做民宿 做咖啡店 可以吸引像你们这样子的年轻人来我们村旅游 给一些比如没有一些就业岗位的爷爷奶奶们提供 比如说打扫卫生呀 除除草呀 这样子的 如果喜欢阿静子呢 就给她种上一朵花 各位请种花吧 希望你们都能支持一下 时间到 请揭晓 我自己的优点就是有一双夏宇发现美的眼睛 把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或者是人 让它散发出随自己的光芒 有发现美的眼睛 也同样有创造美的双手 花儿们还有多少惊喜准备展现呢 姐姐你好 我是中华小助手旺仔 旺仔你好 姐姐这一身太美了 简直穿越国风 直接来到古代见到美女的感觉 老师朋友在了 姐姐太美了 姐姐您现在紧张吗 完全不紧张 为什么呢 这份自信和底气来源于 来源于就是自信 来源于本身就很美 天生丽质 是不是 是是是 大家好 我叫曾经燕 是一名小财富 我留在自己的家乡 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不管是罗莉塔裙子 COSBO 婚纱还是汉服 我都可以为您量身顶着 这是我的家乡 彩塘镇离二春 我穿着自己搭配的汉服 参加家乡银老爷的活动 我更是一个爱参加家乡民俗活动的顶级事牛 这张照片登上了纽约TOP POST的杂志封面 也许这是第一次潮上银老爷活动中有了汉服的身影 同时我还学习了飞衣之塔 黑盘鸡秀 琵琶唱戏舞蹈 我想让国风的美学与家乡的传统民俗结合 让更多人爱上属于我们的传统之美 心里飘来了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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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曾经燕 来自广东潮州 潮上人 是一个00后的小裁缝 那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个花儿绽放的舞台 我想来这个舞台 展示的是我裁缝的这个技能 因为我们潮州的支柱厂业之一 是婚纱礼服 我呢 学习的又是服装设计专业 然后就 我从小呢 就很喜欢动漫里面的漂亮裙子 想着 哦 如果我有一天 能把我想象中的裙子给制作出来 那该是有多好的 然后我用我学习的技能 制作了 蘿莉塔服装 Cost服 汉服 这些梦想中的服装 我用双手 把它们实现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你身上这套服饰是自己做的吗 是的 我身上穿的是一套静置的汉服 这套汉服呢 是我用一些碎布料啊 还是一些破损的布料改造而成的一套汉服 比如说呢 我这件棒绣呢 是用的是一件大绣商的一个 其中一个绣片制作而成的 就是你这个头上的创意是一个鱼吗 还是很像一条鱼 是 这是我自己用刺绣给刺出来的 用的是潮州的飞鱼猪绣 用针还有猪一根一根地给它绣了出来 为什么会想起来回乡再去创业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潮上人的根啊 还是得在潮上得在乡村 那你现在回到村里面去 发展得怎么样 一开始啊 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宣传 然后没想到自己的照片登上 国外杂志的那一刻起 我就觉得虽然我自己身在乡村 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可以通过网络 感染到其他国家的人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欣赏属于我们国家 独有的 美丽的 优秀的民族 文化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看你展示一下 可以 接下来准备了一段舞蹈 花间酒 人间院 公子何不留下 请我供品一杯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美 她站在那里就很像是 那个原野里走过来的 一个小精灵 是是是 金言 刚刚你跳舞的时候 你知道吗 身后的这个大学生 小姐姐们都在 哇 这样 同事零零后 你怎么那么厉害 让他们跟你说说吧 来 你好 你好 漂亮姐姐 谢谢 然后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就感觉你特别特别的漂亮 然后就是身上独有的气质 就是特别吸引我们 然后让我们看到了 同时代的人 可以有这样结合 中华的传统文化 然后把自己的家乡 做好宣传 就是一个起到了 榜样的作用吧 就是让我们都有想 这种学习的动力 再一次就是向你表达 你真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谢谢 如果喜欢这位潮汕的小姐姐 请为她种上一朵花 请揭晓 哇 279 恭喜我们的乡村小台风 谢谢 弄成花儿们的冲心 都是为爱发点 接下来的花儿 电量好像更充足 欢迎奶奶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喜欢她 随你为她拍的照片 现在想来这里看一下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她 有 有 有 我对她好综艺蕾啊 奶奶 这我仿佛已经看到了 我跟我闺蜜的样子 所以奶奶一开始就是 是穿的打扮得这么潮吗 一开始是拒绝的 这个后面是一个凤凰 凤凰 大凤凰托尾的 你看 哇 好美哦 哇 终于可以做到这一步 太可爱了 你说脱口秀 你一定要往观众席 丢一个这个 哇 里面是个气球啊 对 然后其实它有很多时候 可以做到一些 情绪的发泄 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因为像钩支这门工艺 其实你在沉浸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很多情绪的一些宣誓 然后放松 奶奶平时最喜欢吃什么 奶奶喜欢吃糖 不符合健康饮食 对对不是要控糖吗 都是 就是长寿有什么秘诀吗 我看您精气神都特别好 我感觉到奶奶的灵魂还是一个那种快乐的小女孩 因为奶奶所有的梦想都实现 对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花儿三方的舞台 非常残浅人嘛 我想要更多的人加入到我这个队伍来 想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村里面阿姨的这门手工艺 传统的手工艺 其实它是以另外的一个颜色姿态在绽放 我可以说 如果在脱口秀舞台上 这这一副绝对打野 那是 那我怕大家也不想听我讲段子了 问你要链接是吧 对对对 请看种花枝 恭喜奶奶入围 奶奶说 还是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了 好 来 谢谢奶奶 奶奶 谢谢 每个人头 必定是一颗充满热爱的滚烫的心 让我们继续期待 明天还会有什么精彩的花儿 让你也想为它种花呢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人生需要等待 香飘飘 花儿绽放 香村祭 精彩 一会儿回来 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预见 香飘飘 花儿绽放 香村祭 精彩继续 有请我们下一位花儿 我们身上的配饰啊 都是用面素制作而成的 现在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今年我设计的 东东腔 太可爱了 谁舍得吃它 今天带来了 我制作的花膜 玫瑰花膜 白玉兰 牡丹花 那个花也是面粉做的吗 是 希望大家被美好的事物环绕 让我每天开心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花费了四天的作品 花儿绽放 你看这被你吸引来了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拖特包 真的是国际大牌的感觉